2022征欢喜传承赛 持续在新竹第一球场展开较量 来到决胜轮战况更加百热化 首回合占据第二的台寻奖金后 五家宴今年首胜还没开张 侠带着强烈的企图心 从前九斗开始就疯狂抓鸟 一口气超车取得领先之外 更在比赛后段射下老鹰 将优势持续扩大 总计在决胜轮交出一只老鹰五只小鸟 没有吞下任何bogey完美的65杆 也让他成功以两回合低于标准11杆的133杆 逆转夺下球技首胜 也是他近两年职业生涯的第七胜 今天打的自己其实是算满意的 我觉得过程是还蛮重要的 然后也在这场比赛中间也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打起来是蛮享受的 今年台湾的话当然都希望每一场都能够冠军 然后今年的目标就是去日本能够考到他们的资格 而位居第二的石成玄 同样也设下老鹰奋力追赶 无奈吞下太多bogey 至于首回合领先的张静玲 在决胜轮仅打出平标准的72杆 最终位列第三 想要重温真欢喜传承赛的精彩好球 持续锁定博斯高球二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